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我们来到江苏徐州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 我们今天就来吃周济靶子肉 据说也是一个网红店呢 生意特别的火爆 这是怎么 先在这买盘子 先排队是吧 对 买了菜在这后天 哦 是不是买过菜以后到这儿算账是吧 两块切一下 两块 然后切一块 这个我加一块 这个我切一块 不知道您那一个是啥的 哪个排骨 哪个是 咱们这特色是不是就那个大肉 四十五两块 四十五两块 那还要什么吗 也是有网友就是推荐的 推荐说你们家这一家 刚才一个大哥告诉我 之前城管管得不太严的时候 这边路边全部摆的都是桌子 这边都是素的是吧 那里边是肉的是吧 这里边有豆腐 面筋 豆皮 海带之类的 这个就要把子肉是吧 这个就要把子肉是吧 然后要一个鲁蛋 想要一个那个什么 豆干这个是吧 要这个要脆豆腐 没吃过 要个那个黄花菜吧 好 行 给我算一下多少钱 二十四 二十六一块 行 行 行 那边有位置是吧 那边有位置是吧 要了点白菜 要了一个这个八字肉 要了一个鲁蛋和一个黄花菜 这个菜是二十四块钱 然后配了一份米十两块钱 一共二十六 要打的一块肉 是吧 嗯 看了有这个小手的购票 这个 对我这个 我这个 我那你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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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我放了 我那我那我 把子肉 我觉得好吃的原因 也都是他们这儿的菜 全部都是用这种 煤火煮出来的 里边的肉都是卖完一锅 然后再端过去一锅 那你干嘛 你们平时都是 几点钟都没有了老板 1点 要这么难了 1点左右 10点50左右 10点50就是到1点 就是两个小时